大家好,欢迎收看RedJS从入门到实战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一下RedJS Profs的上半部分的用法 基本介绍使用以及和这个state的区别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下半部分 ProftTypes,ProftChild,结构复制以及双向数据流动 那么这个ProftTypes是Proft和state的区别之来 区别开有一个这个比较好一点的用法 就是ProftTypes可以决定了你这个Proper里边 Property里边传递的属性 他要 具体某一个属性值 他必须传哪一种类型 那么具体的他这个意思呢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React.ProftTypes,Stream,要求必须是Stream类型 Board呢就要是Board类型的,Number呢是Number类型,InstanceOf呢 就是必须要求和这个Message是相同的类型 OneofType呢就是说必须也是后边列举出来的中国号里面列举出来的类型当中的一种 ArrayOf呢 就是必须是后边这种类型的一个构成的一个数组 吵写了一个啊 Oneof Oneof的这一口边呢就是说必须要求是这几个列举值当中的一种 Js里面可能没有枚具类型,是没有枚具类型这种这种类型数据类型的 但是这个 虚伙C++ C或者是这个加瓦同学可能都知道 有这个枚具类型的这种值 在这就是干这个式的 那么我们具体来这个看一下 先看一下正常的情况下 正常cloud word 因为你这个传递的值呢就是这个 传递的值呢就是就是word 所以它很正常 如果说是一种枚具类型 它必须是news和photos当成一种 但是你给它传了一个word 它也会报错 无效的 word 应用到这个flow上 期待的是news和photos 你加上word就可以了 这几种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剩下的有一种是这个 自定义函数的这种用法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你在做有一些这个传递数据的这个数据交验啊什么的 可以使用到这个方法 那么看一下它接收的三个参数 props呢就是你有这个owner传递过来的这个props props name呢就是这个你指定的这个数据类型指定的这个属性值属性名 component name呢就是当前所在的这个组件 Hello组件 然后它有一个政策表达室 这里边是这个自定一个政策表达室来检测这个 数据名是否满足 这个意思 政策表达室 这个什么意思呢 首字母是大写的w 那么这你如果小写的话呢 他就会干嘛呢 抛出来这个错误react new error 这个是自定义的 自己写的 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把这些出错信息一定要写的尽可能详细 这样时候你在 这个带别人在使用的时候或者是你随后在使用的时候呢 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好定位 所以这会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里看一下 好错 并且这个信息呢是你自定义的 validation field 自定义的这个信息 那么这里边呢只出了这么几个 回头大家在这个 下课之后呢 要把这个里边列举到的这些这个属性值 再仔细的看一下 这里边写的是比较详细的 这个值 其实比较详细的这个大家回头再看一下 具体每一个 每一个值都过一遍 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说完这个呢 是这个 这个大家要知道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去首先是通过 这个值来取的 但是这个你去获取他的这个 获取他的这个 字元素的时候呢 却不是 却是通过这种 prop their children 这种方式来获取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 你定义了有一个 notes list 组件 然后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给他 负义了两个字元素 两个字边标签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然后你在获取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通过 this.prop their children 获取到他的这个 资源素 这个不用说是一定是 相同的标签 不同标签你也可以获取的 这个反过的是一个这个数字 数字里面的对象呢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来看一下 有着lgs封装了一个 对象 他不是原生 一定要注意他不是原生的atma标签 它是封装过后的一个对象 看一眼他这个对象 Type of symbol reactor element 是element对象的一种 他原有probs 修正是hello 他的owner owner 为什么是空的呢 因为他顶层没有一个子元素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虽然说我是在这包裹的 但是他只是notes 只是他的副元素 并不是他的owner 所以这会大家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再次回归一下parent和owner的差别 那么如果说这时候没有这两个元素 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我们使用map函数的时候 如果说前面数字为空 他顶的就是后边的函数不执行 但是在这里边你如果把这个子元素删掉 他直接报错 他直接报错 can't read property map of undefined 就是说这个求证呢 自动就成了一个undefined的值 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 你不确定他是否有此元素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一个不保险的方法 你使用的时候就可能 面临这个map undefined 这时候怎么办呢 要么就是你增加一个判断 如果说他不是undefined的时候 进行下边的操作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方法 你可以直接知道特点 修正点map 这我就偷懒直接复制一下 直接通过这种方法来使用 没有任何展示 并且也没有报错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方法 他能获取次元素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直接不执行 这时候你如果 跟他来一个 这个值呢 他也能正常展示 哎呦嘿 怎么没展示 那么是发生了什么呢 还是没展示 那么是发生了什么呢 啊 react.chillen.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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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哦对 少了一个 我给他传这个probs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给他 少传了一个这个 这个求论的值 他是从这个值里来获取 他是否有求论 那 正常展示出来了 这里边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个为什么要加k呢 因为 你在使用这种map 来构造这个立标签的时候 因为react.chillen.map 它的高效性在于 做不同组件件的对比 如果说有些组件 如果说有些组件他是可复用的话呢 他就一定会把这些组件来复用 尤其是像这种立标签可复用的这种东西 他会直接使用 那么这时候呢 你在复用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 比方说有些值的更改啊什么的 他就直接用现用的标签来使用 所以这时候他可能就不 不会保证这个顺序的有效性 就是按照你的这个立标签 按照这个数字排列的元素 来发布出来的 所以说你给他增加一个k呢 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避免说这个有些组件 他服用 给他增加了一个k就像他说这个组件 我是多于无二的 你不要给我使用 要么你就用要么就直接给我废弃掉 不要让我 不要让我的这个 资元素去显示别的这个别的内容 实际上如果想这种元素你不给他加k的话 他直接默认会给你一个警告 这个里面还好他没有提示 看一眼 如果直接这么干呢 对 你 他说 这给大家回头再看一下 虽然是没有报错 但是这个在使用的时候 它还是会引起这个组件的复用 这我就不再具体去找了 比较花时间 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就行了 然后这个是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主要是说一下 刚刚这个状态值呢 刚刚这个状态值呢 是可以这个单列出来一点 详细说的 kz值是一个牵涉到这个stateful的一个用法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结构复值 还有两点得说时间有点紧张 结构复值呢 是es6里边一个用法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类似于这种三个点三个点的用法 你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说通过这种 当然这个parent作件有两个属性 name和age 一定是state的时候 增加了一个time的这个属性 time的这个state状态 state数据 render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方法三个点 来直接从这个props里边来获取这个值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通过 可以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来使用 可以看到它传递的这个 直接把所有的这些属性面全都传递下去了 name来自于这个name age来自于这个age time是我们随后加上的 可以直接陈地 但如果说你想排除掉其中某个属性 比方说age age和others 然后从这个this.props当中取 那么这时候呢 others里边是不包含这个age的 就会把age属性剔除掉 就是它没有这个age 但是也没有任何报错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使用结构复制的时候 一定要留心你可能把某些值给剔除掉了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这时候它是没有报错的 所以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下 再说一下 刚刚提到两种 要么是直接全部传递 要么是通过把某些属性提除掉 把剩下的值给传递下去 当然了这个结构复制也是 我刚刚说的就是其实是不太提倡的这么一种用法 因为它会导致你在传递的属性比较多的时候 如果说别人这直接增加了一个值 它后边直接就使用了 而你这一层parallet这一层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会产生这种风险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是尽量通过这种 比如说 比如说那通过这种显示的传递的方式 来向下一层进行传递 而不是那种直接越级的全部通通的给它传下去 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再一个是这个双向数据流动 这个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realgs它是提倡的是这个数据的单向流动 单向流动性呢 主要是说从这个owner组件 从这个owner组件通过probs 来向它的子元素资组件来进行这个 资组件进行传递 那么如果说 在某些时候 比如说有些交互什么的 我们是通过资组件来出发向负元素来传递的 那么这时候数据怎么办 数据怎么流动呢 也没有什么数据的值能让我们调用 这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个毁掉函数的这种办法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例子 parent组件 initial state countg 有一个这个计数器 增加计数 增加形式 total count 展示的是这个当前总技术 然后它有两个子组件 child child干什么呢 它就是返回了一个 DNV元素 然后绑定了一个unclick实践 这要注意一下这个 传递的这几个probs fullname呢 这个是之前就有提到的 对这个子元素对这个probs里边的元素做了一些处理之后 然后增加传递的 名字一定尽量 如果说是有改变的话就不要用同一个名字 关键是后边这个函数 它把这个你在parent当中定义的这个函数 直接通过属性的这种方式传递下去了 然后你在child当中使用的时候呢 每次一点击 我在这个天地函数里边直接来调用 传递过来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函数 这时候就会调用 它的这个owner当中的 这个对应的函数 然后改变owner当中的state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结果 它就是说每次点击child的时候 它的这个owner元素当中的 counter值都会改变 技术是零 我点上面这个加一 点下面这个加一 点上面这个加一 点下面这个加一 这个呢就是实现了说 如果说我想要改变owner元素当中的这个state值 并且是需要这个依赖子元素的一些这个世界触发呀 输入啊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来这个才改变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种回调函数的方式来实现 但是这种方式呢 有一个这个毛病 这会儿只有两层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说是有多层的话 如果是有多层的话 你这样一层一层回调 会导致层级结构特别复杂 而且大家知道回调函数这种东西 你就会产生说 counter值的时候 无限的这个中括号里边 套小括号小括里边 再套中国号 等等等等 这种方式会出现无限的这种这种问题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几点 第一点是这个一定要 做好这个 组件结构的这种划分 切割 把哪些组件 是可以提取出来 当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单元的 然后在这个组件当中呢 在哪些组件当中呢 是可以设定一个state状态 构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单元 可以处理自身的这个数据的流动 构成这个 构成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减少说 组件之间的这种潜逃 避免说我在最外 最最外层定义了一个state 然后最最外层也定义了一个函数 然后到最底层呢 一层一层的传递callback 然后一层一层去调用 倒是特别的这个麻烦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组件化的这种 分割和这个抽离的思想 在当中 那么这个说完之后呢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profs当中的用法 因为这颗内容比较多 我们直接来这个 上一节课的直接就这例子来说 说了一下数据的单向流动 profs是不能这个 是止读的不能改变 然后又说了一下这个多层传递的时候 如果有名字相同的 如果没有这个属性有传递的话 显示给它传递 如果内容有更改的话 换一个名字 不要造成误解 然后紧接着呢 又说了一下这个和state的区别 state的区别呢 就是说state过程一个比较封闭的单元 它有一种数据 数据内部流动 profs主要是用来做数据的传递 然后紧接着就是profs types 它有这么些用法 这么些属性质可选 然后也可以自定义函数 然后紧接着呢 上profs types之后呢 我们说了一下这个children的用法 this.profs.children 然后说它可能会有undefined 这是我可以用react.children的这种方式来使用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说了一下这个 析构值这种用法 三个点 最后呢 说完这个spread之后呢 最后我们讲一下数据的双向流动 可以通过回调函数来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给大家这个留下几个作业 一个是阅读这个component使用 就是刚刚这个打开的原本的这个应用 再一个是这个code作业 就是写一个这个个人介绍 不一定是自己的 可以是某一个名人的 关键是 要实现说你的这个数据 是从最外层组件传递 并且 最外层组件通过props传递 并且实现说 比如说它的这个个人头像 个人头像 名字介绍 等等是通过不同的组件来展现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些数据是通过最外层来实现 但是介绍是通过不同的组件来展现的 这个这个作业呢 也比较简单 大家客户呢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口一定要完成 对了 阅读的时候可以顺便阅读一下这个结构 扶持 这个用法 作为一个补充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下一节课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组件的API 这些组件的API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组件的API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组件的API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组件的API